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如派人直接杀了秦王 杀一人可以立天下 就可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太子之争已经剑在弦上 只能擒贼秦王 与其逐记羽翼 不如直接除去秦王 秦王既然除去 羽翼也自然做鸟兽散 是秦王与殿下争太子 不是羽翼与殿下争太子 大哥 除二哥的事 就交给我 殿下 这么大的雨 连鸟都不飞了 这么大的雨 把马蹄的都泡软了 这仗怎么打呀 人饿得也不行了 我可不许你把马杀了给人吃 李世民的确厉害 可是天下这么大的雨 他还会很厉害吗 他把营地放在低处 这是个错误 他不知道天会下雨 可我们也不知道天会下雨啊 我们不知道没关系 他不知道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等他受不了了 冲他一下 他就垮了 那如果他们撤了呢 那就更好了 我们直接杀到长安 到那个时候 女人 私仇 金钱 好 不行 不能再这么偷下去了 吉利不敢正面接触 牵住我们走 被动局面一定要改变 要把他的气眼 给彻底打下去 来 报告 李世民带了一百人到了 嗯 哲ir 你到宾州干什么来 fellow 這麼久了 你还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我要到长安去 Ihnen 在这儿有些 Blue 痒 你们吃饭了吗 没吃饭 你们一百个人的饭 我管了 金利 你们一百个人的饭 竭力 七年前晋阳起兵的时候 我们之间有约定向你们借兵 你们 按照盟约来了两千骑兵 按照约定 我们每年 给你们 金银财宝和筹断 现在违约了吗 应该没有吧 那你来冰州干什么 抢遍我们的百姓 我听说你们有人叛变 所以我来看看 你们没有叛变的人吗 你来这么多人看 难道 你没见过叛兵的人吗 见过 金银财今天带了一百人 我的意思你听清楚 我要和你单独对抗 如果你发兵 我就用这一百人 和你的全体人对抗 我不和你单打独斗 不 独立 你愿意吗 我 我 我 独立 你跟我来 驾 你 你单独叫我来 有什么事啊 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这样做 杰里心里会不高兴的 你这么紧张干吗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 你们的迪力大可汗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一向不错 不信的话你去问问他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土力 我的好兄弟 哈哈哈哈 哦 哦 来了 驾 驾 驾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你知道我跟他关系一直不错 他是个很讲信用的人 没说什么 哼 我明白了 他根本就不是一百个人 他骗我和他单打独斗 然后再 我很聪明 您 必须给我说清楚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 我 这我一天去 回草原去 咱们撤吧 都没动 动了 他们就怀疑了 伍德七年夏季 李世民率一百骑兵 在滨州草原十八部的大本营前 摆开架势 要与杰力单独对抗 杰力疑心重计 终于不战而退 帅步撤回大草原 要与杰力单独对抗 杰力疑心重计 以大唐武德律 草原十八部兵事结束 我领各行军总管 交回陛下次与的统兵权 殿下 杜如慧被人打了 伤势很严重 为什么 杜如慧散朝回家 陆经张杰玉父亲 张国掌驾 突然就冲出一帮家奴来 不容分说 上来就打 那不是秦王府的杜如慧吗 是他 就是他 秦王府的人 老爷不是说早晚要收拾他吗 你进去叫几个人 我来拦住后来 这 你在秦王府每个月知多少风露啊 你是什么人 你别管我是什么人 我是朝廷命官 朝廷的事 怎么能让你们这些人知道 你是杜如慧吧 对 是吗 下次 关注我们张府的事 不必你们插嘴 你 你想干什么 兄弟们 这是在秦王府说得上话的人 收拾他 好嘞 你们干什么 还有 你们这是干什么 杜如慧说他是秦王府的人 他们说打的就是秦王府的人 总该有点理由吧 说是杜如慧不下马 是对张国杖的不敬 可是杜如慧今天根本就没有骑马 秦王到 儿臣拜见父皇 秦王府的杜如辉 怎么赶到国杖家去打人 怎么挡刀 这是张府 打的就是张府 上 怎么打人呢 好 狠打 我正在查 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先疗伤吧 疗伤 张国杖家没有人受伤吗 有人受伤吗 我 我就是听父亲讲的 打死你了 再打 使劲点打 还敢挡我们秦王府的路啊 倒不知道详细是什么情况 不过杜如慧需要疗伤 他受伤了 他散朝归宅 杜如慧一个人步行回家 路过张国杖家 路过张国杖家 就出了事情 不行 他不是骑马不下吗 他今天没有骑马 不是说 都如慧骑马不下吗 我 哼 你 你的伤怎么样了 胳膊没事 主要是腿不能动了 秦王府的事儿 明天就会传遍长安 哼 我们的脸往哪儿搁 要是我现在领人去教训张国杖 明天 长安街上的话头就不一样了 朝廷命官遭此侮辱 是朝廷丢脸 朝廷的事儿 还是朝廷的事儿 朝廷除灭 殿下 我这就去你奏章 有朝廷处罚肇事者 等等 这事儿不那么简单 张府威胁的是秦王府 单批一个张洁瑜 恐怕张府 还没有这个胆量 好 我看这事先放两天 看看有什么变化 谁在幕后看清楚了 我看 无非是太子和齐王 张国杖办事还是不够周密啊 不行的话 我去跟陛下说 无论如何也要把房玄陵杜如晦 从秦王府调出来 不无是府内的朝廷命官 按律 不得与秦王来往 我们派人随时监视 一旦发现他们暗中来往 按律处置 大唐皇帝令 受成之节 为康州刺史 康州刺史 房玄陵 为吏部考工郎中 杜如晦 为户部都支郎中 武德九年五月十三日 遵旨 是 冠冕堂皇 好计策 好计策呀 这分明是让我们和秦王 做成了生离死别 好计策呀 是啊 按照朝廷的法律 朝廷命官不能跟王侯交往 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与秦王交往 那就是犯法了 这这这 那刺史可不可以不道人 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呀 可不可以缓道人 这倒可以想想办法 是啊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太子已经先下手了 他这一手不能说不漂亮 可能下一手就是要命的了 秦王应该已经知道情况了 如果一天之内 没有秦王的消息 这事情可就不太好办了 现在到了生死关头 你们两个人赶快想办法呀 我现在就 缓道人 请问阁下 不是认错地方了吧 哪里哪里 御池将军的府上 还会有错吗 可是在下于阁下 似乎没有 哎呀 御池将军 本人与将军的确不认识 可是我们家主公 对将军十分熟悉 并且十分敬佩 你家的主公 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 不知殿下 有何指教啊 殿下没有其他意思 他只是敬重将军 希望与将军结个不一之交 这车珠宝 就是殿下的一点诚意 我一直敬得 何德何能 竟让殿下 如此高看 哎 御池将军 你还是收下吧 我们殿下 希望能够早日 宴请将军哪 啊 啊 啊 阁下应该知道 御池靖 现在在秦王府任职 秦王 对于靖德有天高地厚之恩 啊 你回去以后啊 转告太子殿下 待靖德报完秦王的恩情 在于殿下交往也不迟啊 那要等到何时啊 这个问题嘛 今生今世 恐怕难喽 好 你们走好啊 走好走好 走好 走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后他们再送礼物 你就收下 这样 还能探听他们的计划 不是更好吗 这次你没有收 要小心了 他们会下手的 哼 我才不怕他们呢 嗯 还是要小心 今天晚上 我在秦王府赴宴 说是要兄弟和解 我再看看 他们想干什么 殿下 你也要小心了 嗯 嗯 啊 啊 来 俊俊 俊俊 要叮就叮 非来非去的 烦死人了 你倒是叮啊 这是最好的 是我当年从洛阳找来的 是炼的丹吗 对 这是长生不老的药 使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长生不老的药 我永远回不来 你要干什么 我 我要宴请太子 还有秦王 你 我 对 是我 我要宴请他们 我们兄弟情深异常 你要下毒 对 我要下毒 因为我在这个世上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啊 来来来 齐王敬太子酒 敬秦王酒 嗯 来 各位 都喝了 喝 喝 四弟啊 我不生酒力 这你知道吗 有谁 有谁能让秦王多饮 我有重赏 来 喝 喝 秦王的量有多少 三杯 三杯 三杯必倒 嗯 那我只有两杯可劝了 呵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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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 再饮 这良辰和美人 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呵呵呵 是啊 我说我就三杯嘛 秦王与我 再饮一杯 妹妹 你来 捂这枝 我再饮这杯酒 嗯 不 我要你再饮这杯 我再捂这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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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给秦王的 是 这个是端给太子的 是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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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秦王 我敬你 好 我喝的是这种酒 咸 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太子 秦王 仁臣王 干 啊 啊 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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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秦王 是真的不胜九力呀 大哥 我们干 没人跟你争了 确实是好酒 小心小心 慢点慢点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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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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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众书令 太子与秦王齐王之争 到了这种地步 你怎么看 陛下 太子与秦王势均力敌 以天下论 废太子会震动朝野 引发不稳 废秦王比较之下 要容易一些 废太子会牵扯朝廷上下 手续繁杂 我为中书令 知道其中的麻烦呀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下去 是 陛下 怎么样 陛下 御医查验之后 确定酒中有毒 秦王在饮毒酒之前 已喝了不少酒 毒酒只饮了一口 所以尚无危险 静养几日即可 两只手 让你选一只 你选哪只 陛下 选来做什么 选来 选来砍定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陛下 我真的不知道 去吧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张开 深圣的我看看 您确实只饮了一口吗 杨妃应该是知道的 他先敬我酒 然后故意摔倒 他暗示我 我才知道 那个黑漆盘里的是毒酒 那您为什么还要饮一口呢 我要脱身 如果我不喝这一口 我就出不来了 杨王妃是你救命恩人 任成王也是你救命恩人 他们下毒了 我们怎么办呢 不行 咱们撤到洛阳去吧 武姬 陛下还在 我不是没死了 再等等个 我一心想你们兄弟和睦着 你知道啊 二郎啊 你要是我 有什么办法避免 你与大哥的未来之争呢 我不会和大哥争呢 最近我读了不少书 懂了不少道理 父皇 父皇 如果你免去我的秦王 和尚书令什么的 也许 能避免一些猜忌 可是 我这如何向天下解释呢 晋阳起兵 你是参与谋划的人 父皇 听我说 以武力统一天下 你里的功劳无数 一个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皇子 我把他的一切之物都免去了 这肯定要遭到各种议论啊 父皇您听我说 太傻 你听着 大郎是我的长子 他做太子九年了 我也不任心废掉他啊 我觉得 你们兄弟之争 终究是不会平息的 你读了那么多书 这兄弟相残的事情 不是有很多记载吗 所以我想啊 你们兄弟都在长安难免相争啊 我们只好破国安家了 我准备让你到洛阳见天子荆棋 山州一东归你同赎 父皇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您这样做也许就把我毁了 哎呀 这东西两都道路又不远 你想我可以到长安来 我想你的时候也可以到洛阳去呀 父皇 文学馆的学士们 难道没有跟你讲过 汉梁孝王的故事吗 父皇 父皇 好吧 一切 听父皇安排 大师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先下去 陛下决定要二哥到洛阳 执行大型台职 见天子荆棋 山州一东都归他统领啊 为什么 为的是避免与大哥 争太子之位呀 二郎 他愿意吗 秦王府正在庆祝呢 要是父皇百年之后 我们与他开战 有取胜的把握吗 太爷 想都别想 山东地广人众 又可以控制江南 可关中呢 最多在家属地 河东 拢幼 力量根本不足啊 所以 一定要把二哥留在长安 他在山东 他是只虎啊 在长安 就只是只狗了 对 不能让他离开长安 我去见陛下 我去见陛下 这样 你去找大臣们 一起劝陛下 也许还来得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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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